随着疫情趋患捐血人潮也回温 但各血型血库的存量仍然相当不足 因此花莲邮局特别在11号上午 洗手花莲港务分公司 一年两天在国安邮局前办理捐血活动 邀请民众一起晚秀捐热血 为了舒缓血库存量不足的问题 花莲邮局特别洗手花莲港务分公司 从11号开始一年两天 在国安邮局前办理捐血活动 吸引不少邮局及港务公司同仁 民众到场晚秀捐热血 由于这一两年新冠疫情的关系 让这个捐血比较有停滞 我们的捐血量也比较不足 那我们中华邮政一向都非常热心公寓 所以这一次特别联合的花莲港务公司 希望能够换起我们花莲的同仁 一般的社会大众能够一起来捐血 那这一次的活动 我们也合并了这个 一个联资的一个宣导 也特别邀请了创世基金会 希望他来跟我们合作 我们来捐血的民众 也能够参与这个公益活动 虽然在疫情趋换后 捐血人潮有逐渐回温 但目前在花莲的血库存量也只剩5天 远远不足7到9天的安全标准 花莲捐血站表示 其中最为缺乏的是O型血 其次为A型及AB型 有意捐血的民众 除了11、12号两天 上午9点到下午4点 可以前往国安邮局前捐血之外 在13号当天 花莲邮局还有一场捐血活动 就在民里国小附设幼儿园前 欢迎民众一同到场热情晚秀 展现捐血一带就人一命的爱心精神 记者徐立芹 欢迎视报导